宜蘭太平山木占道放眼望去 一片雪白 地板结了一层霜 太平山清晨气温零度 虽然是干冷没下雪 但地板结霜 让许多游客相当兴奋 今天清晨因为浮色冷却的效应了 所以各地的清晨地温都是相当的低 翠峰到松雪楼路面则是结冰 武岭亭停车场停满满 民众全身包紧紧 穿大衣 厚外套 而围巾和帽子也是标配 平地清晨入冬最低温 则出现在新竹额梅和苗栗公馆 都只有5.9度 很冷啊 很冷的 真的是很冷 我连做潮我的糖都敷掉了 苗栗公馆摊贩说天气冷 让它捧咪胖的糖都做失败了 台中离山上午气温也很低 只有7度 体感温度更只有5度 福寿山农场车潮涌现 武陵农场也出现赏风人潮 民众不畏风寒 再冷也要赏花 但天冷小孩可是最怕受寒 有家长赶紧添购保暖衣物给宝贝穿 下个礼拜好像开始会寒流进来了 所以趁现在赶快买起来 换季了这样子 小孩子长高也很快 家长瞄准折扣大的外套 在万物起掌的寒冬 准备冬衣也要精打细算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